密处下的事我也无能为力 我想澄清 但是公司让我冷处理 说现在热度正盛 澄清也是欲盖弥彰 我事业还在上升期 就背着未婚先孕的名声 我可怎么办 金星 你要帮帮我 从满热搜到引导CB粉 再到顾水军去防报秘书下 这一切都是相识期自导自演的 你之前不就是被暴怜金赛官宣的 我觉得他就是想复合你未婚级的商费师 解释一下吧 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 同样的方式密处下可以 为什么我就不行 你这种充满算计的爱 我受不起 你另寻他人吧 成年人的爱情没有先来后到 只有胜者为王 爱情没有先来后到 但有礼仪廉耻 我爱你初下 从前是今后也是 如果我早一点出现 你是不是就能看到我 你这么执迷不握 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从前你对我那么好 我以为你和我有一样的感情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你只是把我当朋友 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我也改变不了你 我就幻想着 如果我能以你喜欢的样子 出现在你身边 我们之间是不是就有可能了 ترجمة نانسي قنقر 五年时间 幻想着 我能以你喜欢的样子 和配得上你的身份 出现在你面前 你别说了 可为什么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 好好做朋友不行吗 不行 如果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招惹我 你心里清楚 我没那个意思 你只是不愿感情罢了 不然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国外 做这么多伤害自己的事情 秘初夏能为你做的 我都能为你做 我这么多年的感情都比不过他吗 是不是秘初夏消失 你就能看到我了 够了 你这不是爱我 你只是依赖一个无条件保护你的人而已 现在你已经足够强大了 不需要什么保护伞 又何必在意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就这么爱他们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 我很爱秘初夏 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 你不该毁掉我们同学之间的美好回忆 和你现在的事业 不是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发澄清声明的 不会再找他的麻烦 谢谢 至于和万某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吧 将来 将来 再见 小姐 我真的爱过你 怎么回事 东西 帅 这是 终 로